祝大家新年快乐 画面现场是台铁基隆站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与仁爱区德厚礼 携手台铁与基隆市书道会和沿路书会的书法明家们 共同开笔举办辉豪送春联活动 让进出车站的旅客索取春联感受过年的喜气 明家辉豪送春联这样的一个活动 今年是第二年 由我们仁爱区公所来主办 德厚礼办公室协办 以及我们服务处 还有我们的基隆书道会等单位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想过年前大家都会有打扫家里的这一个习惯 家里打扫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春联贴在门上 讨个吉利 让我们来年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运势 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平安 大家在过年前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拿到这些明家这些老师的作品 然后带回家去贴在自己的门上 我相信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今年是兔年 所以我们祝福大家红兔大展 这一次的春联主要就是说 让借由明家辉豪 让我们整个的传统文艺能够推广下去 然后让我们明家的一个传统能够记忆 能够发扬出去 搭火车的旅客 不管是回来基隆 或者来访基隆 或者从由基隆出发到别的县市 都能带着这新年的春贴 就是我们的春联 满满的祝福 开启新的一年 今天很感谢郑议员 还有庄理长 以及出道会的各位老师 大家鼎力相助 让基隆站进出的旅客 能够提前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满满的新春 除了台铁基隆站 市议员郑文婷与德厚理理长 也邀请书法明家来到德厚理内写春联 李明热情响应 纷纷前来排队索取单张 或是传统的对联 书法明家们也应民众需求 写下各式吉祥话 让民众开心地带着春联回家 透过辉豪送春联活动 也让民众感受到了满满的年味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